一,底部大反攻开始了,这一点个人不犹豫,指数跌到这个份上,任何一个小反弹,我认为都可以认为是底部反攻的开始,尤其是在深重剧从5月23日下跌以来,已经出现了情绪的五浪下跌结构,其中第一浪跌了700点左右,第三浪跌了1300多点。 目前第五浪从7月2日开始,也跌了700点左右,如此在浪性全部走完的情况下,每一个翻车的动作,都有极大概率是反攻开始,以上是技术上,下面是消息面,中美门摩擦开始后,中国也执行了反制措施,而这个周末,美方并没有威胁更大的额度,而是在搞局部豁免申请,意思是, 那么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货物运输美国后,有豁免的可能,如此,马尔摩擦只要不快速升级,这有利于市场的反攻。 二,反攻是开始,不过初期很艰难,一筹马面已经大乱,别指望立刻打涨,此刻筹马面已经大乱,指望着立刻打涨,也不太现实,此刻不妨多点耐心,反攻的头三天包括周五, 独空双方对垒的程度较为激烈,预计周一的指数,估计整体是涨的,但是涨的应该不会利索,应该是从高后继续震荡,看线形态你就理解固执在今年的2月12、13日吧。 涨的并不好,到了2月14日市场大幅缩量后,之后的涨势就快了,眼前的市场的确是要涨了,只是本轮跌是过于惨重,筹马三落马地,需要一个简单的过程,而后反攻就会更加猛烈。 从周见看,下周中阳性问题不大,只是大家依然需要耐心,一轮跌是都等了,还怕反攻初期的折腾吗? 二期时反攻真正开始的时候,提前抄底的人反而不太好受,提前抄底能坚持下来,肯定是赌对了市场的核心强势板块。 本次核心板块是芯片、股产软件和军工装备,那么大家看看周五五后指数为什么会回落,正是因为这些板块的回落导致的,因为在真正大反攻开始的时候,往往前期强势的板块反而不强势了。 如果反攻全线成功的话,这些原来的强势板块,会在震荡数天后,再次上涨。 7月3日和7月6日的走势K线几乎是一样的,不同点在于7月3日的科技股领涨后会回落,而7月6日的科技股在领涨后未排一个小时是回落的。 这说明7月6日的单真派底就是大反攻的开始,因为在大反攻开始的当日,强势股尾盘都是回落的。 操作上,正因为个股意识到,大反攻开始了,一较的工程深退,而觉得抄底的个股,即使不跌也要大震荡了。 所以个人把6月19日前股跌停荡先,从场外挪来的资金撤出了市场。 3、后市主角依然是科技股,只是主角有个怪癖,真正的主角,在指数线底前就开始涨了。 比如今年2月行情中,科技股在2月7日就已经止跌回升了,而在指数反攻的初期是不涨的。 大家看看2月13日到2月23日,当时只是反攻初期,过了反攻初期,一直到了2月26日,科技股开始涨了。 这次行情也是,科技股在6月22日已经见底了,一路逆势爬升到了近期,如今盘子要反攻了,科技股反而要震荡了。 下周注视市场的反攻初期,主要是超跌股涨。 过了反攻初期那几天,到了下周后期,我估计科技股回来后,会带领创指大幅上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